今天会议到此为止 平东县长周春敏30号到县议会 针对国小财病进行专案报告 县议员蒋岳会不满县府财病校结果 大声表达意见 接着还追到县长周春敏座位想理论 其他绿营议员见状也为了过来 双方爆发退机 双方不只在议事厅里 你追我党 蒋岳会还一路追到议事厅外 现场气氛火爆 你们自己也是啦 还说人 议会不是格斗场 暴力不能解决任何的问题 把我推倒也不能解决 事隔一天蒋岳会出面 对前一天的暴走做出说明 事实上他们的程序是这样一直跑 可是他们都是黑箱作业 他们是说这种废效不用送到议会来 所以他们叫品会这几个人弄一弄就可以了 就疗国小如果我们不赶快来做这样的决定 我们觉得对小朋友是不公平的 他们有团体 他们有群体的一个学习 蒋岳会不满县府财病了 凌云国小就疗国小 以及乔治国小三所学校 质疑过程有黑箱作业 财会追着周春敏问 而周春敏则表示 财病学校有一定的依据和办法 财病是为了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 双方都强调一切以捍卫学生权益为最高原则 华世新闻周末汉评同报道 嗨大家好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